有五位中國當代藝術家組成的政治小組 政治純形式辦公室 簡稱鄭純辦 今年成立十週年了 他們首度來臺灣開展 他們將融合五個人面貌特徵的鄭先生校像 掛在當代藝術館的大門口 以虛構的政治領袖強調集體生活的概念 二零一四年底 他們在紐約時代廣場邀請了四百多位民眾 同時清洗街道 這個街頭藝術行動叫做做同一件好事 展現集體主義的精神 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集體呢 因為藝術家們都曾經在人民公社過集體生活 當時的場面是大家非常的興奮 然後非常的高興 就是快樂的在一起 其實快樂也是生活的本質 二零一四年底邀請超過四百人 一起拿著藍色水桶與拖把 自發性的清洗紐約時代廣場 民眾集體勞動與周遭的廣告招牌 形成強烈對比 計畫團隊是來自中國的五人藝術小組 政治純形式辦公室 實際上是通過這樣的一個行動 然後實際上把大家聚在一起 不論是在北京還是廣州還是在紐約 紐約的集體行動藝術源頭是正存辦的錄像作品 做同一件好事 將正經做好事的為社會服務 轉換成輕鬆好玩的讓大家快樂 畫面上青春時尚的形象 猶如一支精心打造的商業廣告 這個影片都是演員 但是他也在演的這個做好事 這個形式 而我們其中做的這個事情 它實際上你說它是好事嗎 它肯定是好事 幫助清潔 不管是清潔一輛汽車也好 還是清潔一個地面也好 它是一件好事 但是這件好事呢 我們如果不去做 那個地面它也是乾淨的 那個汽車它也是乾淨的 政治純形式辦公室 簡稱政存辦 五位成員都經歷過中國60到80年代的集體公社生活 隨著中國經濟環境的轉變 政存辦以小組成員游離各地的軌跡和記錄 實踐他們的創意 討論個體與集體的生活觀察 你看比如很多發票 它也是被社會管理 然後針對某一個個人形成的一些痕跡 雖然有生命的痕跡 也有社會化管理的痕跡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但我們把它放大 我們通過強制的形式 讓你覺得無處無在 大家好 我是鄭先生 2007年我來到了這個世界 政存辦拋棄個人身份 小組內部劃分階層 沒有領袖 截取五位成員面貌特徵 創造的虛擬人物肖像 鄭先生 展現了他們集體主義的精神 就作為一個我們的 這樣一個前提下 你怎麼體驗你的生命存在感 而且那個東西 也是別人提供的 也是被管理化的 那個東西 你就在它的設計的範圍內活動 但是你為什麼願意接受 別人給你設計好的一個器械 提供好的 你必須按照那個器械的設計的動作 這就是人的社會性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通過這些作品 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 政存辦特別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廣場 設置全民健身裝置器材 邀請民眾實際參與創作 感受一起做同一件事的集體生活 不給你 對 你 你 安 和 感谢观看